三国演绎 第十九回 下批城 曹操熬兵 白门谋 吕布允命 幽土笑谈 制作 却说 高顺尹张辽机关攻寨 吕布自击张飞寨 官张各出迎战 选得引兵两目接应 吕布分军从背后杀来 官张两军接溃 选得引数十骑奔回佩城 吕布赶来 选得急换城上军士放下吊桥 吕布随后也到 城上遇待放箭 又恐涉了选得 被吕布城市杀入城门 把门将士 抵抵不住 都四散奔毙 吕布招军入城 选得见势已急 到家不急 只得弃了欺笑 穿城而过 走出西门 匹马逃难 吕布 吕布赶到玄德家中 弥竹出迎 告布约 吴文大丈夫不费人之妻子 尽与将军 尽与将军征天下者 曹公儿 宣德常念元门设计之恩 不敢被将军 不敢被将军也 尽不得以 尔头曹公 为将军廉旨 不约 吴宇玄德旧交 其人害他妻子 便令尼主 尹玄德欺笑 去徐州安置 不自尹 军头山东 沿州靖上 刘高顺 张辽州小配 此时孙前已逃出城外 关张二人 亦各自收的些人马 往山中驻扎 且说 玄德匹马逃难 正行间 背后一人赶之 是之乃孙前也 玄德语 无今两地不知存亡 七小失散 为之奈何 孙前语 不若且头曹操 以图后继 玄德依言 寻小路头许都 徒子绝粮 常往村中求使 但到处 闻刘玉州 皆征进隐时 一日到一家投诉 其家以少年出败 问其姓名 乃猎户刘安也 当下刘安文 玉州木制 玉群也未攻使 以时不能得 乃杀其妻以时之 玄德语 此何肉也 安语 乃狼肉也 玄德不宜 乃宝石了一顿 天晚就素 至小将去 往后愿取马 忽见一副人 杀于除下 必上肉 以斗割去 玄德经问 放置昨夜使者 乃其妻之肉也 玄德不胜伤感 撒泪上马 刘安告玄德 玄德 玄德 本欲相随使君 因老母在堂 未敢远行 玄德称戒而别 许露出梁城 忽见尘头碧日 以彪大军来到 玄德志士曹操之君 同孙乾静至中军旗下 与曹操相见 据说师配成 三二帝 献七小之事 曹义卫之下类 有若刘安杀妻 为十之事 曹乃令孙乾 以金白两 往赐之 军行至极北 夏侯渊等迎接入寨 被严兄夏侯敦 损其一幕 握并未全 曹林握出师之 令先回许都条理 一面使人打探 吕布现在何处 踩马回报云 吕布与陈宫 赃把捷连泰山贼寇 共攻衍州诸郡 曹吉令曹人 引三千兵打配偿 曹青提大军 与玄德来战旅部 前至山东 陆进萧关 正与泰山寇孙冠 吴敦 银礼 昌西 领兵三万余兰去路 曹令徐楚迎战 四将一起出马 徐楚奋力死战 四将底底不住 各自败走 曹城市掩杀 追止萧关 探马飞报吕布 十步已回徐州 与同陈登 网救小配 令陈归守徐州 陈登临行 归位之约 西曹宇 曹公曾言东方式尽负于辱 今不将败 可便徒之 登与外面之事 而自未知 躺步败回 父亲便请泥竹 一同守城 休放步入 而自有脱身之计 归于 不其小在 此心腹颇多 未知奈何 登与 而亦有计了 乃入见旅步 不曰 徐州四面受敌 操比立功 我当先思退步 可将前梁 已于下批 躺徐州被围 下批有梁可救 主公何早为继 不曰 元龙之言甚善 吾当并七小一去 遂令宋县 未须保护七小与前梁 一屯下批 一面自引君与陈登 铸就销关 到半路 等于 荣某先到官探 曹兵虚实 主公方可行 不许知 等乃先到官上 陈公等接见 等于 温侯申怪公等 不肯向前 要来责罚 公允 今曹兵事大 未可侵敌 无等谨受官爱 可劝主公申保佩成 乃为上策 陈登唯唯 至晚上官而望 见曹兵直逼官下 乃成夜连写三封书 拴在剑上 设下官去 此日辞了陈公 飞马来见吕布月 官上孙官等 接遇县官 某已留下陈公手把 将军可于黄昏时 杀去救应 不约 非公则此官休矣 便叫陈登 非其先知官 约陈公为内应 举火为号 登进网报公运 曹兵已抄小路到官内 恐徐州有失 宫等一击毁 宫遂隐重器官而走 灯就关上放起火来 吕布成黑杀制 陈公军和吕布军 在黑暗里自相掩杀 曹兵望剑好火 一起杀到 城市攻击 孙官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 吕布直杀到天明 放置事迹 寄予陈公回徐州 到的城边叫门时 城上乱剑射下 弥竹在敌楼上喝月 辱夺无主城池 尽当仁寰无主 辱不得赋入此城也 不大怒曰 陈归何在 竹语 无以杀之矣 不回顾公曰 陈登安在 公曰 将军尚执迷 而问此宁贼乎 不令遍寻军中 却止不见 公劝不及都小配 不从之 行之半路 只见一彪军咒之 誓之乃高顺 张辽也 不问之 答悦 陈登来报说主公被围 金谋等即来救解 公于此宁宁贼之计也 不怒曰 无必杀死贼 即驱马至小配 只见城上尽插曹兵旗号 原来曹操已令曹人 袭了城池 引军手把 吕布于城下大骂陈登 登在城上止步骂月 无奈汉陈 安肯施如反贼也 不大怒 正带攻城 忽听背后喊声大骑 一队人马来到 当先一将乃是张飞 高顺出马营敌 不能取胜 不亲自接战 正斗间 镇外喊声负起 曹操亲统大军冲杀前来 不料南底底 引军东走 曹兵随后追赶 吕布走得人困马乏 呼大闪出一标军拦住去路 围到一将 立马横刀 大喝 吕布休走 管云长在此 吕布慌忙接战 背后张飞赶来 不无心恋战 与陈公等杀开条路 静奔下批 喉承引兵接应去了 官张相见 各洒泪言失散之事 云长曰 我在海州路上驻扎 探的消息 故来至此 张飞曰 地在盲荡山 住了这几时 今日幸得相遇 两个戌化毙 一同引兵来见玄德 哭败于地 玄德悲喜交集 引二人见曹操 便随操入徐州 弥珠接见 居言家属无恙 玄德甚喜 臣归父子一来参拜曹操 操设一大宴 靠劳诸将 曹子居中 使臣归居左 玄德居右 其余将士 各依次坐 焉霸 曹家臣归父子之功 夹封石县路 守灯为福波将军 且说 曹操得了徐州 心中大喜 商议起兵攻下批 成玉月 不禁止有下批一成 我避之太极 避死战而投原树矣 不与树合 其事难攻 今可是能使者 守住淮南静部 内防吕布 外当原树 旷进山东尚有脏霸 孙官之徒未曾归顺 防之意不可忽也 曹月 吾自当山东诸路 其淮南静路 请玄德当旨 玄德月 丞相将领 安敢有为 此日 玄德 刘弥竹 简庸在徐州 带孙前 官章引军王守 淮南静部 曹操自引 兵攻下批 且说 吕布在下批 自是粮食足备 且有似水之险 安心作手 何保无虞 陈宫月 尽操兵放来 可称其债诈未定 以一击劳 无不胜者 不与 吾方吕拜 不可清除 待其来功而后击之 皆落似水矣 遂不听陈宫之言 过树日 曹兵下寨已定 曹统重将之城下 大教吕布达化 不上城而立 曹未布约 文凤仙又与结婚援树 无故领兵至此 夫树有反逆大妃 而公由陶董卓之功 今何自弃其前功 而从逆贼业 躺成是一破 毁之晚矣 若早来想 共服王室 当不失封侯之位 布约 承向且退 上荣商议 陈宫在布侧大骂曹操奸贼 一箭射 重其挥盖 曹之功恨曰 无事杀辱 遂引兵功成 宫位布约 曹操远来 世不能久 将军可以不齐出臀于外 功将于众 匕首于内 曹若公将军 功引兵姬齐备 若来功成 将军未旧于后 不过寻日 曹军时尽 可一鼓而破 此乃鸡脚之事也 布约 公言即逝 随归府收拾戎装 十方冬寨 吩咐从人多戴棉衣 不期严氏闻之 初问曰 君欲何往 布告以陈宫之谋 严氏曰 君为全城 捐妻子 孤君远出 躺一旦有变 窃起得为将军之妻乎 不愁出未决 三日不出 宫入监狱 曹军四面围城 若不早出 必已受其困 布约 无私远出 不如监守 宫语 尽闻曹军梁少 遣人往许都去取 早晚将至 将军可引精兵 网断其良道 此祭大庙 不然其言 附入内对严氏 说之此事 严氏契约 将军若出 陈宫 高顺 安能坚守城池 唐有叉失 悔无极意 窃息在长安 已为将军所契 幸赖庞叔私藏窃身 再得与将军相聚 熟知 今又气窃而去乎 将军前程万里 请勿以窃为念 言罢痛哭 不闻言 愁闷不绝 入稿貂蝉 貂蝉语 将军与妾作主 勿清其自出 不曰 如无忧虑 无有话己 赤兔马 谁敢进我 乃初位臣功语 操军良智者 乍也 草多诡计 无畏感动 功出探月 无等死无葬身之地 不于是终日不出 只同岩市 貂蝉饮酒解闷 谋是许四 王凯入剑部 禁忌语 金元树在淮南 声势大振 将军就曾与彼约婚 今何不仍求之 彼兵若智 内外加功 操不难破也 不从其计 即日修书 就着二人前去 许四月 须得一军引路 冲出方好 不令张辽 好蒙两个引兵一千 送出哀口 十一二更 张辽在前 好蒙在后 保着许四 王凯杀出城去 抹过玄德寨 众将追赶不及 以出哀口 好蒙将五百人 跟许四 王凯而去 张辽引一半军回来 到哀口时 云长拦住 未及交锋 高顺引兵 出城就应 借住城中去了 且说 许四 王凯之寿春 拜见袁树 呈上书信 护月 前者杀无使命 赖我婚姻 今又来相问 何也 四月 此为曹操 兼济所悟 愿明功降之 护月 如主不应 曹兵困疾 岂肯已拟许我 凯月 明功今不相救 恐唇王齿寒 亦非明功之福也 护月 奉先反复无信 可先宋女 然后发兵 许四 王凯指的拜祠 和郝蒙回来 到玄德寨边 四月 日间不可过 夜半无二人先行 郝将军断后 商量停的 夜过玄德寨 许四 王凯先过去了 郝蒙正行之次 张飞出寨拦路 郝蒙交马指一合 被张飞生擒过去 五百人马 尽被杀散 张飞接郝蒙来见玄德 玄德押往大寨见曹操 郝蒙被说 求救许婚一事 曹大怒 斩好盟于军门 使人传遇各寨 小心防守 如有走透旅步 及笔军事者 以军阀处置 各寨悟然 玄德回营 玄德回营 吩咐关张月 我等正当淮南冲药之处 二弟切以小心在意 误犯曹公军令 飞月捉了一员贼将 曹操曹操 曹操不见有圣包上 却反来豪下 何也 玄德与飞也 曹操统领多军 不以军令 何能服人 抵悟饭之 官张应落而退 且说 许四 王凯 回见吕布 据言袁术先遇得赋 然后起兵救援 不约 如何送去 四月 尽好盟备货 曹彼之我秦 欲作准备 若非将军亲自护送 谁能突出重围 不约 今日便送去 如何 四月 今日乃凶神之日 不可去 明日大力 一用虚害时 不命张辽 高顺引三千军马 安排小车一辆 我轻送至二百里外 却使你两个送去 此夜二更时分 吕布将于乙年缠身 用甲包里 附于背上 提挤上马 放开城门 不当先出城 张辽 高顺跟着 将刺到玄德寨前 一声鼓响 观瞻二人拦住去路 大叫 休走 不无心恋战 只顾夺路而行 玄德自引一军杀来 两军混战 吕布虽勇 终是负一女在身上 指控有伤 不敢冲突重围 后面徐晃 徐楚皆杀来 众军皆大教育 不要走了吕布 不见军来太极 指得仍退入城 玄德收军 徐黄等各归寨 端得不曾走透一个 吕布回到城中 心中忧闷 只是饮酒 却说 曹操功成 两月不下 呼报 和魅太守张阳出兵东士 欲救吕布 不将阳丑杀之 欲将投剑丞相 却被张阳 心腹将崔顾所杀 反投犬城去了 曹文豹 及前使唤追斩虽故 因聚众降雨 张阳虽性自灭 然北有元少之忧 东有表秀之患 下疲久违不克 吾欲舍不还都 暂且息战 何如 寻忧即止 不可屡步屡败 锐气已舵 军以将为主 将衰则 军无战心 毕臣功虽有谋而耻 谨不知其未复 功知谋未定 作肃功之 不可秦也 郭家约 谋有一计 下批成可历破 胜于二十万师 寻忧约 莫非绝疑似之水壶 家孝月 正是此意 曹大喜 吉令军事 绝两河之水 曹兵接距高远 作试水淹下批 下批一程 只剩的东门无水 其余各门 都被水淹 众军飞报驴部 不语 无有赤兔马 渡水如平地 又何惧在 乃日与妻妾 痛饮美酒 因酒色过伤 形容削减 一旦取净自诏 今月 无被酒色商议 自今日使 当戒之 虽下令城中 但有饮酒皆斩 却说 侯城有马十五匹 被后曹人盗去 欲献与玄德 侯城之爵 追杀后曹人 将马夺回 诸将与侯城作贺 侯城酿得五六虎酒 与诸将会饮 恐吕不见罪 乃先依九五平义不服 丙曰 脱将与虎威 追得驶马 众将接来作贺 酿得些酒 未敢善饮 特先奉上威仪 不大怒约 无方敬酒 乳雀酿酒会饮 莫非同谋法我护 命推出斩之 宋县 魏絮等猪将聚入高老 不约 故犯无令 礼合斩首 今看众将面 且打一百 众将又哀告 打了五十倍花 然后放归 众将无不丧气 宋县 未须之侯成家探事 侯城弃月 非公等 则无死矣 现月 不止恋妻子 是无等如草芥 叙月 君为城下 水绕豪边 无等死无日矣 现月 不无人无义 我等弃之而走 何如 叙月 非丈夫也 不若秦部 献曹公 侯城弃 我因追马受责 而不所以逝者 赤兔马也 如二人果能 献门秦部 无当先 盗马去见曹公 三人商议定了 是也 侯城安置马院 到了那匹赤兔马 飞奔东门来 未须便开门放出 却扬作追赶之状 后城到曹操寨 献上马匹 备言送献 未须插白旗为号 准备献门 曹操文此信 便押绑数十张 涉入城去 其绑约 大将军曹 特奉明诏 征伐吕布 如有抗拒大军者 破城之日 满门诸鹿 上至将校 下至庶民 有能请吕布来献 或献七首吉者 重驾观赏 为此绑玉 各一之息 次日平民 城外喊声阵地 吕布打惊 提起上城 各门点事 泽马未须走透喉城 施了战马 欲带至罪 城下曹兵望见 城上白旗 竭力攻城 不值得亲自抵抵 从平民旨 打到日中 草兵烧退 不少弃门楼 不觉睡着在椅上 宋县赶退左右 先到其话计 便与魏絮一起动手 将吕布绳蝉锁绑 紧紧附主 不从睡梦中惊醒 急患左右 却都被二人杀散 把白旗一招 曹兵旗帜城下 魏絮大叫 以生秦吕布矣 夏侯渊尚未信 宋县在治下 吕布化解来 大开城门 曹兵一拥而入 高顺 张辽在西门 水为南出 为曹兵所倾 陈宫奔至南门 为徐黄所获 曹操入城 急传令退了 所觉之水 初榜安民 一面与玄德同座 白门楼上 官张势力于策 提过秦货一干人来 吕布虽然长大 却为绳索捆作一团 布教曰 赴太极 其缓之 曹与 赴虎不得不及 不见侯城 魏絮 宋县 皆礼于策 乃未知曰 我待诸将不薄 如登何人被返 现曰 听其切言 不听将计 何为不薄 不默然 须语 众庸高顺至 曹问语 如有何言 顺不达 曹怒命斩之 徐黄解 沉公至 曹语 公牌别来无恙 公语 辱心术不正 无故弃辱 曹语 无心不正 公又奈何 独氏吕布 公语 不虽无谋 不似你鬼诈奸险 曹语 公自卫阻止多谋 今敬 今敬何如 公顾吕布 公顾吕布 恨此人 不从无言 若从无言 未必被擒也 曹语 今日之事当如何 公大声语 今日有死而已 曹语 公如是 乃公之 老母妻子和 公语 无闻以孝至天下者 不害人之亲 诗人正于天下者 不绝人之嗣 老母妻子之存亡 亦在于明宫耳 无身既被擒 请及旧路 并无挂念 曹有留恋之意 公敬不下楼 左右牵之不住 曹其身妻而送之 公并不回顾 曹未从者曰 即送公台老母妻子 回许都养老 怠慢折斩 公文言 一不开口 深井就行 众皆下泪 曹以观果圣其诗 葬于许都 后人有诗探之语 生死无二致 丈夫何壮哉 不从金氏论 空腹动良才 扶主真堪净 慈亲时可爱 白门身死日 谁肯似公台 方曹送公下楼时 不告玄德约 公为座上课 不为阶下囚 何不发一言而相宽呼 玄德点头 急操上楼来 不叫约 民工所患 不过于不 不禁以服矣 公为大将 不复之天下不难定也 操回顾玄德约 何如 玄德达约 公不见丁见阳 董卓之是乎 不目视玄德约 使而罪无信者 操令千下 柔一之 不回顾玄德约 大耳 不计原门设几十夜 胡一人大叫约 吕布匹夫 死则死耳 何惧之有 众是知 乃刀俯手 雍张辽志 曹令将吕布一死 然后消售 后人有诗探语 洪水滔滔 烟下批 当年吕布 受擒使 空于赤兔 马千里 漫有方天 几亿之 富虎望宽 今太诺 养应修宝 养应修宝 练其不纳 陈弓箭 网骂无恩 大耳 又有诗论玄德约 伤人恶虎 腹袖宽 董卓丁缘 血未干 玄德计之 能担负 正如流曲 害曹满 却说 武士雍章辽志 曹指辽月 这人好生面善 辽月 濮阳城中曾相遇 如何忘却 曹孝月 你原来也记得 辽月 只是可惜 曹月 可惜甚得 辽月 可惜当日火不大 不曾烧死你这国贼 曹大怒曰 拜将安赶入武 拔剑在手 亲自来杀张辽 辽权无巨色 引紧待杀 曹操背后一人攀住毕驳 一人鬼于面前 说道 丞相且莫动手 正是 齐哀吕布 无人救 骂贼张辽 反得生 毕竟就张辽的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 三国演义 第十九回 夏批城 曹操熬兵 白门谋 吕布允命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